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烦透了 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傻 尤其是在课上的一半的时候 真是没用 你不要把它当回事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喜欢 并且支持你 艾雷娜觉得眼泪要夺光而出了 她渴望放松 摆脱这种让她心绪不宁的沮丧和焦虑 忘记羞辱和她的另类 不过她还有这个始终支持她的朋友 这个朋友 聪明 漂亮 充满神秘和浪漫的气质 生来就精通一切 并且什么都很容易上手 像这样一个出类拔罪的年轻女孩 又为什么会是一个在上课时大喊大笑的疯子的朋友呢 但是当时全班同学的面哭 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会让他们觉得开心 这简直太容易了 嗨 姑娘们 演出结束了 我很喜欢今天上演这个片段 就是短了点 你们不想再为我演一两幕吗 这就是Costia Constantin Mirf 索安娜和艾琳娜的好朋友 她身心相当销瘦 尽管不热衷于学习 但却非常聪明有脚眼 真不错呀 你今天是穿着睡衣来的 这条裤子不错嘛 不过只给一个人穿的吗 索安娜推着推她 Costia的打扮看上去挺酷的 裤子极其松快 特大号的T恤超过外衣的长度 挡在外面 除掉了鞋带的运动鞋 耳朵上塞着个MP3播放弃 只可惜戴了副书卷持足的眼镜 好吧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不会在那儿待到睡觉 我就在外面等你们 就应该这样 到外面去 这样我们就能够亲近点了 索安娜对她说道 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